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4黑旗 上一集我們攻略了岩箭灘和甘龜島的藥塞 然後用搶來的一些物資去升級我們的船 看這個迫擊炮 超大的 希望這一集有機會可以找那個 之前一直把我們殺掉的護衛劍 報仇一下 上一次在甘龜島的藥塞那邊有一個支線行動我們還沒有做完 我們先過去那裡 沒有射到目標 看起來有護衛劍在中間 希望可以遇到他 不會不會有的 可以是在這裏 沒有射到目標 看起來有些人 看起來有些人 會不會 小心 看起來 看起來它 很快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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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見了 這稍微有點遠 算了 那邊居然有一艘會打爆的 喔! 摸一鍵 哼哼 我要來報仇了 好急炮 喔 來試試看 啊! 沒有中 不知道痛不痛 看不出他的血量 欸? 又沒中 不急炮到命中好像有點困難 不停炮到命中 他打在他前面 耶 我剛剛炸到兩下還是三下 後來還蠻多血的欸 為什麼他的砲突然變成這麼多了 好可怕喔 我剛剛不得已要進入他的側面 噢! 剛剛我快沒血了 我拿去小船來補個血好了 喔!一發就死了欸 好強喔 我把超遠 他打恐怖也先射這個人 算了 不要浪費炮彈 還有兩個 這個角度不是很好戰 對嗎 士兵一定沒有磨刀 砍一個繩子砍那麼久也砍不斷 做死了 看一個 好啊 那邊塵頭啊 小哈船 小哈船 兩格嗎? 兩大格 要有一刷 我看應該不需要啦 直接 他不行炸掉了 換武器 跟我說可以換武器就是唱歌 耍我 我們準備好了 下一發應該就結束了 有種很金錢的感覺 這次要登船不知道要殺幾個 一般的小船齁 殺五個 這次比較難打的那種是殺十個 十五個還要兩個指揮官 魔王嗎 這個 而且好高喔 他用旋炮不是很好命中 會被擋住 要不要殺到指揮官 不行 好可憐 看到自己的船員了 也沒關係啦 應該還好 不對欸 現在想想我要殺十五個 很多欸 我 我覺得 我的 隊友們都很 擋怒 他一定還會裝扮我的 連續投降 好可憐 還有六個人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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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上面打 放一下子彈 哎呦 子彈裝好了 被砍一下 我先躲上去好了 躲上去補個血 啊 呃 好久沒有被砍到 不然我就死了 好不容易打掉了後衛箭 在上面補一下血 不行,如果我待在上面太久的话 我的船员会一直牺牲掉 好吧 下去 三三个人再拼一下 好险 这后外接真的很强 当然就拿来修船 这样应该可以修到买了吧 现在有很多材料需要让船员更强 我们将会抵抗它们 看能不能想辦法補充一下 這種帆船都太小了應該不能幹嘛 這邊是泡艇 燈小 找了那麼多同班叫他們唱歌就有一種過分的感覺 他隨手撿不到 我不想再繞了 前面也有一艘船 對呀好 我們來試試之前新裝了撞腳的威力好了 先撿出他比較容易撞得到 喔 這樣就爆了 我記得我今天也有撞包過 但是我自己也扣了不少血 看起來撞腳可以避免我在撞人的時候被扣血 還挺好用的 現在已經有點爛了 搞不好我到乾鬼島 要是再收就找收了 算了 到了 現在應該是天剛亮的感覺 清晨吧 看我多認真工作 這麼小要起床就開始工作了 走私護航 海軍但是卻是走私護航 還蠻奇怪的感覺 哇 難度5欸 你好 施略者 我們最近撥獲了一艘再有珍貴畫物的船艦 照理來說這個擁有權是 該是我們的 但西班牙不承認這件事 並誓言要把這艘船搶回去 保護這艘船 我也能保證 你獲得很好的獎賞 簽名米洛範德爾格拉夫 誠實的商人與朋友 好喔 雖然 這艘船搶走私 有點不明白 為什麼海軍的會保護走私 好像是那個時代的關係 難度5顆星欸 搞不好要打護衛艦 這港口設計真的不怎麼好 不太轉得出去 不好轉 他應該把港口移到那個要塞的別的方向去 那劍這個要塞的人一定怪怪的 那劍這個要塞的人一定怪怪的 再撿一下水手 等一下如果要再打護衛艦的話 我這樣水手可能 都快要死光光了 都快要死光光了 那還有一個 太陽已經升起來了 從封鎖 陣的門 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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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嗎? 欸?他是我的隊友 已經扣了快一半的血了 敵人是... 一艘砲體 你在耍我嗎? 你一個那麼強的阿護衛箭 為了一艘砲體要我來 還有 現在不會也是砲體吧 真的假的 他摸出哪裡有五星的難度 這兩艘 可能是炮艇很多阿 帶大量的炮艇之類的 用破擊炮試試看 破擊炮打到一下就爆了 我的破擊炮只剩三個 不然一直浪費 叫我四招 好像比較大喔 反正這個形狀看起來 左邊兩艘跟我同等級的 右邊兩艘是 再小一點的 反正這個形狀看起來 左邊兩艘跟我同等級的 右邊兩艘是 再小一點的 小滑氣 這回合還沒結束 可是我還以為會追傲 換取下一機 現在我方向下一機 我要找一些船來補血 這台是要攻擊我要保護的海王星號 喔!撞我 欸!剛剛那一下火擊砲居然中了 我想說浪費掉了說 先去把那個小的解決掉好了 避免他們一直追著我的海王星號 我是需要補個險啊 但是 用前面那一殺補應該就可以了 那一殺就直接 炸掉好了 炸掉好了 丟到一大火鴨蟲 好 欸!這樣就爆了 先登個船 補一下血 還有兩艘 控我同等級的要對付 這場只要 只要殺五個人的船 最適合用來補血 不用下船也可以 補得到血 省時間 現在我要恢復到剛開始的兩... 大格 的狀態 剩下那兩艘 剩下那兩艘 海王星號到底在幹嘛 一艘 貨外劍欸 貨外劍欸 一艘去 一艘船都沒有集成 都什麼都有在打 desenvolv 我撞到了 再一下 再把血补满吧 再一下四個 這船人真的很干擾 有破級怕 而且也有船員 收穫不錯 撐一艘 海王星號你加油一點好嗎 我要看到你在發炮了 我撐好了嗎 我好了 已經拖到快沒血了 等一下就有一點用了 下一天應該就會出貨位一點了 他角度 不是很快要中 好 那我手要跳出來 應該是 算了 我可以再補一點船員給我的 這畫船應該也是可以補一點船員給我的 然後 用斧頭的那一隻的 攻擊和 行動模式 還有一種就是 一隻手拿籤 看起來就是比較像 那個 你知道什麼 長官的那種 穿著 那種角色我還不太會打 那種角色我還不太會打 最後如果我都找到他們的規則的話 再來做個整理 然後放上來給大家看 欸 就這樣結束了 哇 結果沒有護衛劍啊 五顆星是 五顆星什麼意思的 五顆星什麼意思的 完成到霧之後我就開始到處的搶劫 東搶西搶 再次提升船 有獲得很大的效益 我想要 再趕快把船升級一下 撞腳真的太好用了 然後我要補了一隻牛沙 嘿呀 最後的時間我們 跟上一型一樣 來升級一下我們的船 這次的戰利品 有302個布 261個木頭 127個金屬 算來一些錢 我先強化船身 增加血量 然後 捕魚方面也加一下好了 捕魚方面也加一下好了 讓我擔心我沒有丟中的時候 魚差就好玩了 還有威力也是 這個要鐵也不夠了 這個要鐵也不夠了 這還是破擊炮吧 破擊炮有點 破擊炮有點 少 我要多一點破擊炮 還有 貨物和傳人數量 傳人數量 擔心再遇到那個 護衛劍的時候會不夠 我要桶就不必了 剩下一點東西 我就去增加旋炮威力好了 再來我賣 把貨物也賣一賣 5號5樓 這一次好像沒有辦法 很明顯的增強多少 不過 收穫就這樣 沒有辦法 所以說要 說要再多搶劫一下吧 人生人都生了 好啦 那我們這集 episode 就先到這裡 親愛大家的收看 明天見 掰掰 快點 快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